第二十三章 跨过大西洋 你要去欧洲旅行吗 那你可要好好地准备一下 因为无论你是选择乘船还是坐飞机 除了船票或飞机票 行李 是必不可少的 除此之外 你还要带上两样东西 你想想会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钱 当然不可能是美元 一定要带上目的地国家所能用的钱 还有护照 护照是你从一个国家 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通行证 护照就像一本薄薄的书 上面贴着你的照片 还有几页关于你的基本资料 护照必须随身携带 如果弄丢了 即使你到了目的地国家 也不能在这个国家旅行 更不可能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了 当年 只有一种东西比坐飞机还要快 你猜猜吧 当纽约人看见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正中时 他们也把时间射成中午12点 但是 在太阳从伦敦上空飞到纽约上空的过程中 伦敦的时钟也在滴答滴答地走个不停 当太阳在纽约时间12点到纽约上空时 伦敦的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了 伦敦所有钟表的时间都比纽约要快5个小时 这5个小时就是时差 比如 伦敦的时间是上午10点 此时 纽约的时间就是早上的5点钟 如果纽约的时间是晚上8点 那么伦敦的时间就是凌晨的1点钟 你明白了吗 如果你从纽约去伦敦 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你的手表调快5个小时 这样 你手表上所指示的时间 才能和当地的时间一致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从伦敦回到纽约 那就把你的手表拨慢5个小时吧 如果你在上午的9点打电话到伦敦 问问对方现在是什么时间 对方肯定会跟你说 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 航海船上的时钟 看起来和家里用的时钟没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敲钟的方式和家里的就明显不同了 家里用的时钟 1点到了就敲一次 2点到了就敲两次 依此类推 到了12点就敲12次 也就是说最多敲12次 船上用的时钟则是1点到了敲两次 2点到了敲4次 4点到了就敲8次 然后4点半的时候再敲一次 5点半的时候敲两次 6点半时敲4次 但它永远都不会超过8次 到了晚上 我们会睡觉 但是在海洋中航行的轮船 在夜里照常会行驶 船上的各项工作划分得十分细致 船员们轮流值班 有的负责发动机的维护 有的需要掌握船的航向 还有人专门负责查看周围的环境 确保轮船在海洋中安全行驶 你是不是想问 在一望无际的海洋里航行 四周又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帮助船长辨别方向 它是怎样确保不出错的呢 其实这并不困难 因为在每一艘轮船上面 都配有一根小小的指针 无论船体怎样颠簸 这个指针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指南针 指南针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 如今在大大小小的船上都能看到 乘船比坐汽车或火车舒服多了 特别是遇上天气晴朗的日子 那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你可以在甲板上和同伴玩游戏 也可以参加舞会 也可以在船上的露天游泳池里畅游 还可以和大海留影 或者给朋友写信 或者写明信片 也可以吹着海风看看书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 那就躺在甲板上的休息椅上 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吧 如果你运气好 你还会看到海豚 它们在轮船四周 欢快地游来游去 突然会有一两只腾空跃起 又落入水中 溅起一朵朵漂亮的浪花 这些海豚一会儿在船的后面 一会儿又跑到船的前面 仿佛在和船比赛 谁游得更快呢 如果船在海上航行时 遇到了冰山 最好早早地绕开它们 哪怕是一座很小的冰山 也不能大意 因为冰山露出海面的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藏在水下的部分 可能要比船大好几倍 甚至几十倍呢 船要是撞在这样的冰山上 一般都会传毁人亡 有时候 你会在海上看见一座小岛 并且还会喷出巨大的水柱 其实那是鲸鱼浮在海面上透气呢 鲸鱼不能在水面待太长时间 呼吸两口新鲜空气后 会立马潜入水下 有时候大西洋上没有风浪 海面平静的就像一面镜子 风平浪静 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 有时候 海上会刮起狂风 下起暴雨 这时就会出现 汹涌澎湃的波浪 船只会随着海浪上下颠簸 并且摇晃得非常厉害 这时很多人 都会因为不适应而晕船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吃饭 那可要小心了 你必须用东西 把盘子固定住 不然盘子很容易 就会落到甲板上摔碎 有时候海浪特别大 你会感觉随时都有 翻船的危险 其实啊 你不用担心 只要船没有撞上冰山 或者其他船只 无论再大的风浪 船都会安然无恙 除了风浪之外 浓浓的海物 也是船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一旦海上出现浓雾 附近的船只和冰山 就很难识别了 很容易发生相撞事故 就像你在漆黑的夜晚 走夜路会特别害怕一样 每当遇到浓雾 船员也会特别小心 他们会减慢船的速度 并且在船上 安装一个高音喇叭 每分钟 这个喇叭 就会通过设定的发条 鸣以词 一直持续到浓雾散尽 有时海上的浓雾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全部船员会站在船弦上 仔细倾听远方其他船只的声音 认真查看附近的环境 一般远处其他船只的喇叭声 可以清楚地听到 但并不能看见对方的船只 只有等到两条船相隔几米远的时候 才能隐隐约约地看见 有时候 整个航程都有浓雾笼罩 等到浓雾散尽 英国的海岸就会出现在眼前了 在海上航行 我们总是希望快一点到达目的地 那怎么可以知道 是否即将到达海岸了呢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看海鸥 对 是海鸥 生活在海边的海鸥 一旦看到有船只即将靠岸 就会一群一群地飞过去 它们可不是特意飞来欢迎你的 而是为了填饱肚子 海鸥们很聪明 它们知道船上厨房里的垃圾中 肯定会有好吃的东西 在每一艘大船靠岸前 会有几条小船向大船驶去 它们是干什么的呢 它们为什么要驶到大船的旁边呢 原来它们都是引航船 它们负责将大船引进港口 体积庞大的大船 要想在港口靠岸非常困难 所以经常会有几只小船 牵引着大船进入海港 大船在顺利靠岸后 会在码头和甲板上放一座布桥 通过这座布桥 乘客们就可以登上英国的领土了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习惯基本相同 说的都是英语 美国人可以和英国人自由交流 不过因为两个国家的语音 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在美国人看来 英国人说的英语实在有点奇怪 同样 英国人也觉得美国人说的英语 一点也不优雅 而且还嘲笑美国人说的英语 但有浓厚的方言气息 来到英国本土后 人们还需要出示护照 检查行李 负责检查行李和护照的人 被称为海关人员 只有你的行李符合英国法律的要求 海关的工作人员才会允许你通过 有时候 你可能需要为你的行李 交纳一定的关税